2020年江門市中小學生校園足球四級聯賽冠軍賽 22日至25日在我市舉行 共有來自江門四市三區的58支球隊參賽 為歷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 據了解,本次冠軍賽於10月22日至25日 分別在我市彭拳中學、育嬰中學 和育財學校等七所學校舉行 比賽分高中男女子、初中男女子和小學男女子 以及中職男女子八個組別進行 其中小學男女組為8人制 初中、高中和中職男女組為11人制 全部比賽採用第一階段小組織分賽 第二階段交叉淘汰賽進行 共有來自江門三區四市 43個學校的934名運動員參加比賽 為有效推進校園足球工作的開展 我市進一步加大硬件設施建設 目前台山有13所中小學 分別被評選為江門市校園足球特色學校 和江門市校園足球試點學校 有兩所被評為江門市足球傳統項目學校 廣東省青少年校園足球推廣學校有13所 全國校園足球特色學校有8所 校園內已經建成五人制足球場地238塊 七人制足球場地131塊 十一人制足球場地65塊 我小時候他就經常帶我周圍去踢球 然後我就在場邊踢球 然後自己踢地地玩玩地踢地地 然後我就選了足球 第一個肯定就是才是強身健體 身體都結實了很多 好 好 谢谢大家